花蓮县政府113年南岛系列讲座第六场 四号在花莲文创园区第四栋来举行 那么这一次讲座是荣幸邀请到了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样性中心博物馆主任 继研究员中国方来担任主讲 将借由植物学的研究视野 在现过往台湾原住民族和南岛渔族文化 以及生活的真实面貌 南岛系列讲座为花莲新政府113年度重要事件的计划 着重于台湾原住民族与世界南岛宇族深度文化交流 以及国际视野的拓展 讲座邀请国内外大师级以及专家学者 花莲在地知名歌手等人士共同交流分享 落实花莲现场许正为花莲走向世界 世界走进花莲的政策理念 幸福期望透过讲座拉近南岛的故乡 促进跨文化交流以及共享南岛以及音乐教师的独特饗宴 花莲县政府原民处在今年特别规划了南岛系列的讲座 那总共有10场次 那今天在文创举办的是我们第6场次的南岛讲座 那很荣幸可以邀请到我们中央研究院的中国方研究员 中老师来这边针对他的长年对构树的研究 那我们希望可以借重他这样子的专业 来跟我们花莲分享很多关于南岛起源于台湾的这件事情 我们在这几年呢其实都跟南岛民族有所接触 那我们希望可以借由这样子的音乐讲座 先带动这样子的风潮 那未来我们也会持续推动像南岛这样子的计划 然后可以深入的研究我们台湾原住民族 跟南岛民族之间的关系 除了专业丰富的南岛文化研究成果 加入分享 花莲政府同时安排花莲先进内 原住民族歌手进行音乐表演 这次众方邀请金曲奖第35届年度专辑奖 最下原住民族与专辑奖入围者金钟奖 第51届教育文化主持人 德奖主阿罗卡丽婷巴奇拉献唱 将结合讲座主题脉络 为想让听众带来美声饗宴 台湾民众能够在植物与音乐的教授之下 共同认识重构台湾原住民族 以及南岛族深构文化鼎蕴 过往的文化月貌 也一同建设花莲的多元文化之美 记者 杨栋华 在上面 打赏 请勿讯 回选